记者詹氏洪云林报道,云林溪掀盖工程着重制水防洪都市再生生态清水产业繁荣为目标,云林县长李静勇说将把一八公顷的水泥的转换为绿地将云林溪打造为一个绿色清水空间,地方则希望增加公民参与决策的机会。 听听在地人要什么样的云林溪?云林溪水与绿计划规划范围以云林溪周边都市空间为主,除了云林溪掀盖,另还有海水水岸空间及斗六市都市略奥规,之一代规划总长约850公尺。 李静勇说,一个城市长因有一条迷人的河流而伟大,城市内有河西经过,不仅能调节围起后,也能借由地情的改变,视野的开增提升人民生活品质。 县民对重塑云林溪风貌有所期待,所以县府力酬3亿元经费逐年推动云林溪先改,重新寻回往日的水岸风貌。 云林溪流经斗六社口市地重化区,周边有城大医院,官邸儿童馆,二手玩具屋,子公园,三三文创聚落,航旗纪纪念馆,太平老街等景点。 未来将提供一条宽广展新的水岸绿畔廊道景观,打造为绿印清水关水,生活漫游的特色景观水岸空间,同时建构区域人行散步道及自行车道系统。 地方社团则说,云林溪相关的建设计划多如牛毛,相关执行单位各自为证,资源重复投资,建议县府应听听地方的声音,并将整合相关计划。 李静勇也从善如流,表示云林溪第二阶段建设时,邀民间团体加入,以整合各方意见。